若消失 倒不如趕快去打疫苗 讓自己變強 是 不過接下來我們來談談 臺中第二選區的立委補選 但有一個今天最新的消息是 國有財產署呢 今天去查 嚴寬恆在南屯跟殺戮的招待所 那現在是確定 其中有一百三十四平方公尺 是侵占國有地 那現在國有財產署 打算用刑法的竊戰罪 來處理這件事情 我們先來看看臺中的部分 電鈴響了半天無人回應 國參署三號喊請臺中市府 共同會看嚴寬恆家族位於殺戮的莊園 要確認成租的國有地 在都市計畫保護區內新建警衛室 車道直栽與圍牆 是否有違法事實 結果不僅莊園內無人開門 市府也沒有派員到場 那一部分是有租約 國有土地的部分是已經有租約 但是我們最主要是要會同地方政府來認定 看看有沒有違反圖 圖管或是建築法的規定 如果地方政府告訴我們 我們有違反或我們就會把 依照駐約的約定終止駐約這樣 國參署表示去年十二月三十號 已發文給市府 不清楚為何都發局沒有派員出席 只能就匯刊結果 韓文地方政府來認定 必要時將請中央營建署介入協調 另外國參署也來到 嚴家南屯豐數段招待所 確認八一六之一和八一六之四 兩塊國有地 共計有一百三十四平方公尺遭違法占用 將發文要求嚴家拆污還地 並依涉及刑法竊證罪移送台中地檢署偵辦 台中市杜發局則表示兩起案件都已 喊請去公所查報要釐清違規的樣態後才能確認全責 因此沒有派員會刊 國民黨中日選區立委補選候選人嚴寬恒競選台隊表示 四號才會對外說明 邸進黨候選人林靜宜則強調嚴家還有哪些違法佔地的事實 希望國參署儘快清查給民眾完整資訊 介紹我們的特別來賓 首先歡迎是資深媒體人邱敏玉 大家好 特別感謝跟我們視訊連線東海大學政治系的教授 沈友中 沈老師 沈老師你在線上嗎 有在線上 非常謝謝你 待會好多好多問題要請教你 不過我先請教一下小玉 包括國有殘署去查侵占國有地這件事 包括先前的違建拆除這件事 當然不法就是不法 該拆就是該拆 但我想問這兩件事對選民會造成很大的影響嗎 坦白講觀感上絕對會啦 觀感上 因為我必須講就是說 在地的朋友會說 他們家的過去的歷史 大家都知道 可是就是說知道他們家 講白一點就是可能跟黑道比較淵源 但是很多人會覺得說 不知道他們家是這麼樣的精彩 精彩這樣 那等於說這一次包括從鎮南宮 一路這個一直算 算到都是說他們家的這個違建占用國有地 那等於說我覺得會加深 就是說那個民眾對於他們家 嚴加在處理一些事情上面的一個 比較不好的印象拖拖拉拉拉 但就是說因為言寬很打的這個標語 是說講時事 做時事不要講差話 可是看起來這幾次他的行為 好像跟他的標語有點不太一樣 因為大家會覺得說你的違建就是你該拆就拆 而且事實上已經給你一個寬限期了 可是比如說你這個違建到現在還拆的這個拖拖拉拉 一開始先打六個洞 大家不知道你葫蘆你賣什麼藥 但是目前為止就我了解還沒有完全拆除乾淨 那今天就佔用國有地的事情兩件事 第一個國有財產署他是去看他弟弟 那個言人嫌的房子 他的後院的部分是佔用國有地的部分 這個已經確定違建了 那是不是刑法部分是不是竊佔國土 這個還要再辦 弟弟要算到哥哥的頭上 這是他們言家的家產 但是我必須講 那我要講第二件事 國有財產署下午也有跑去言寬恒 他在殺戮豪宅的那個地方 那個地方的話照理說今天也要去確認 是不是佔用國有地 可是很可惜他太太並沒有開門 那已經通知你你還不開門 我認為這個會再加深 就是說對他們家 怎麼覺得說做事沒有破例 你剛剛講的是觀感的部分 那我們必須強調就是法律就是法律 違法就是違法 該猜就該猜 但投票行為呢 或者是說 因為可能會牽涉到所謂的地方 動員的能量 性者恆性的這些問題 投票行為會有影響 坦白講 這是我們媒體的觀察 這個就是絕對空軍 跟這個絕對陸戰 對對對空軍跟陸戰 那到底是空軍轟炸的比較厲害呢 還是嚴加你的地下碉堡比較厲害 就有人是說你空戰一直炸一直炸一炸 可是嚴加他就是有百無獨不清的 那個地下碉堡 他躲在那裡 不管你怎麼炸 我就是不受影響 那我覺得說這一次的選情 就是我們有在地的記者去觀察 確實非常的緊張 當然我們現在不能講民調 可是你講說雙方的估票 連這個地方黨部的估票 藍綠陣營的估票 現在坦白講都估不出來 那所以我覺得還是會反過來 就是說這次到 你看嚴加 我必須講 你說這次是藍綠的對決嗎 我倒不覺得 你可以看得出來是民進黨 整個府院黨大造勢 這個是確實的 可是國民黨卻沒有動起來 了解 國民黨就代表說 嚴加還是靠自己的陸戰 因為國民黨對他來講 沒有幫忙 所以與其你說是藍綠的對決 我倒覺得是空軍跟陸戰 再一次的這個狹路相逢 看看誰誰的這個對決 不過陳老師剛剛就是名語開了頭 就是其實就是我 讓我最有興趣 就是說如果我們不是臺中第二選區 我們其實可以站更高的角度 來理解這一次的選戰 恐怕是選舉 或是選舉史上 或者是政治學上一個非常有趣的 剛剛曉飛說 絕對的空軍跟絕對的陸戰 你如何看待這次中二選區 就學者的角度 其實我覺得剛剛明月已經 先提到了這個選舉的關鍵 那國民黨在這次的選舉的策略裡面 似乎看起來並不是完全的一致 那事實上從公投開始的時候 就已經有看到 具有一些未來性的這個白禮猴 包含像是侯友宜 或是盧秀燕 對於黨中央的一些策略 都沒有一個明確的這個表態 然後我們也看到了這一次的這個補選 進到這個台中第二選區來看 確實也看到國民黨的這個步調 好像有一點點不是那麼的一致 那反觀民進黨來說的話 則是非常完整的在進行一個大規模的動員 所以剛剛形容的是說空戰跟陸戰 或者說一個政黨 然後來對付一個這個地方派系 進行一種對決的這樣子一種選舉 這個確實是在地方上的這個選舉的一種情形 然後你把它拉高到全國的格局 來去做這個選舉的觀察 這是在這次選舉裡面非常特殊的一個情形 那另外我想要說的就是說 在這個地方派系的一個政策動員的這個過程中 那可能對於嚴家來講 也是進入到了一個非常關鍵的時期 因為如果我們觀察中二選區 從2013年以來的這個選舉競爭的格局來看的話 會發現到說在第八屆的這個補選 也就是說嚴青標本人入獄了以後 然後由他的兒子嚴寬恆來接替了這個嚴家的地方勢力的一個經營 但是事實上並沒有完整的把嚴青標的選票給接下來 因為從2013之後在這個地方就一直都跟民進黨呈現了一個五五波的情況 所以你看到說2013年2016年2020年 甚至於是在這個今年年底的這個罷免 然後都完全看到說勝負大概都是在幾千票以內 很少有超過一萬票的這個情況 我想這個在台灣其他的這個選舉裡面也非常的罕見 然後非常的這個緊繃的一個態勢 那我想要進一步的去觀察就是在於說 那對於嚴家來講 今天的這場選舉就很有可能是一個生存的一個保衛戰 為什麼要這樣說 因為你很少可以看到一個地方派系 他可以在一年裡頭 當然有點超過一年的時間 不過嚴格來講大概也是十三個月裡面 然後要動員三次的這個選舉 所以如果2020輸了一次 然後罷免不能算你嗎 那現在才是真正的王子復仇季 如果王子復仇季失敗的話 那麼對於嚴家來講 甚至有可能在整個臺中黑派 就會因此而視為開始進入到一個下坡 是非常值得觀察的一個點 換句話說 嚴家就是背水一戰 絕對不敢輸也不能輸 但我們來看看臺中第二選區 在臺灣的整個選舉上 又是一個非常有趣的觀察的這個政治區域 那真的這個不能叫不藍不律 應該叫可藍可綠 那就是看第二選區的選民呢 他這一次比較喜歡國民黨或比較喜歡民進黨 如果我們來看看在一四年之後的历次選舉的話 一四年是林佳龍獲勝 林佳龍還贏蠻多的綠大勝 可是到一六年的立委呢 那個時候就是那個嚴寬恆當選了 那嚴寬恆就贏了這個綠一部分 到一六年的總統呢 小英大勝 到一八年市長林佳龍就輸了 那這個盧秀燕呢 算是在那個贏的票數還蠻多的 所以一下子綠 一下子藍 一下子綠 一下子藍 到二零二零年立委的時候呢 本來以為應該是嚴寬恆會上 所以民進黨呢就禮讓那個陳柏惟 3Q反而贏了 那到總統的時候呢 小英連任又大勝 可是到立委罷免案 就是3Q的這件事情呢 同意罷免的又高過不同意 我再請教一下沈老師 你怎麼樣看待台中市第二選區 這一種可藍可綠的政治特性 我們常常講 以前都經常講說決戰中台灣 這個中台灣指的就是台中 或者我們拿美國選舉的這個形容詞 講說有所謂的 美國有所謂的搖擺州 然後台灣的話就是有所謂的搖擺縣市 那我想大概就是如信聰剛剛所提到的 台中就絕對符合了這個決戰 中台灣的這個特性 然後也符合了這個所謂的搖擺縣市的特性 所以其實如果我們用放大鏡來去看 因為剛剛看的是立委 或者說總統或者是市長 但是如果我們單挑嚴家的 就是說在2013年補選之後 嚴寬恆的自己在經營這個選區的選舉結果來看的話 會發現 然後我們用放大鏡去看中二選區 其實會發現說中二選區 因為它包含的像是沙鹿 烏日 大渡 龍井 還有雾峰 這五個區 那這五個區裡頭嚴格來說 有一個區從頭到尾 嚴家都沒有停過 那就是烏日 所以烏日這個選區 就是說在這個中二選區裡頭的烏日區 它的人口的成長的速度 基本上是僅似於殺戮了 那在這個地方來講的話 也是因為它的都市化的程度是比較快 因為受到高鐵的這個影響 所以它的這個人口的這個變化的 這個人口結構變化的這個情況 也是非常的明顯 所以我是覺得說在台中第二選區來講 為什麼它會有一個搖擺的特性 或者說忽藍忽綠 又藍忧綠 不藍不綠的這個特性 是因為它反映出了整個台中選民結構的一個變化 那它也是一個縮小版的台灣的選民結構的一個變化 所以我覺得現在看起來就是有越來越多的選民 它不是那麼的堅強的政黨認同 它可以今天藍不綠 它可以罷免的時候同意跳 它可以下一次的這個選舉的時候 它又投給另外的一個政議裡面 那我覺得在台中的這個中二選區裡面的這五個區裡面來看的話 烏日跟沙路可能就是扮演的最關鍵的兩個區 我想這也是為什麼民進黨他在一月二號的時候選擇了這個 整個重兵都是在沙路這個地方來進行一個大規模的造勢 跟動員的一個情況 因為你拿下了沙路拿下了烏日 大概中二選區就可以拿下 基本上來講就可以宣告在中二選區的一個勝利了 是是是 謝謝陳老師 不過我們等一下還有很多問題要請教你 但我先請教一下小玉 如果剛剛陳老師也談到說 其實應該要看所謂的那個嚴家 在這第二選區的整個勢力的消長 不過我們如果回到零八年 那時候是嚴清標 就是嚴寬恆的父親呢 那個是絕對的優審 拿下了將近六成 百分之五十九點九的選票 那時候民進黨就是大概三成左右 可是到一二年再選一次立法委員 嚴清標還是一樣拿下六成選票 那個鐵票是非常非常穩固 但民進黨有成長 從二十九趴到四十趴 可是嚴清標還是拿下六成 那一三年怎麼隔了一年呢 因為嚴清標被取消立委的資格 所以要補選 那這個指代附贈 嚴寬恆就出來選 嚴寬恆那時候就代表國民黨 他一樣拿下五十趴的選票 可是一三年那時候 陳士凱他拿下百分之九 差一點點 那一六年也許有紀國動的因素 可是嚴寬恆還是有四十六趴 在中二選區的選票 那二零年的部分 在那個有五十一趴 這個其實就是其他的部分 但我還是想請教 這個所謂的空戰跟陸戰 我們常常講選舉是一張選票 一件事情 你有去跟著手 你有去跟著招 你有去跟著服務 那張選票就很容易是你的 嚴家在這個選區經營了幾十年 真的所謂的這一次的空戰會有絕對的優勢嗎 我先分析這個消長 因為嚴親標他因為喝花酒案 所以他被這個就是說被解職 然後後來再變補選 他入獄了 因為喝花酒案 那我必須講就是說 為什麼嚴親標後來交棒給嚴寬恆 嚴寬恆的這個得票率開始下滑 那有兩個原因嘛 第一個就是說嚴寬恆並不等於嚴親標嘛 你剛剛講的這個一張票一事情 問題是說是對嚴親標 嚴親標的服務很紮實嘛 你上到這個造橋 下到這個鋪馬路 紅綠燈 他是這樣子做 你去聽那個地方的里長在講 這個嚴親標基本上就是你任何的這個里 在開那個協調會 嚴親標都會有點像那個地下里長 就到那邊 然後就挖出力挖出力 然後就是就是那個服務的非常扎實 可是嚴寬恆他並沒有像他爸爸那樣子的魄力 或者是說他沒有 他勝入政壇沒有像他爸爸那麼深 他爸爸是從里長開始做期的嘛 所以我必須講說第一個 嚴寬恆不等於嚴親標啦 所以嚴寬恆接的時候他的選票開始下滑 這個是這個是不意外 那第二個就是說 你說一張票一事情 事實上你要看到嚴寬恆後來當了立委 他妹妹嚴立民是當了議員 然後就後來選上了副議長嘛 那大家會覺得說 我的你的情我已經都還你了 因為你的兒子女兒一個是立委一個是議員 我該還的都還了 而且還了那麼久 也沒道理說一直一直一直還下去嘛 那所以我認為說 就是說有些人會覺得說還你們家 嚴家的恩情也夠了 那再來就是說你們不能全部全拿嘛 怎麼一個兒子當立委一個當議員 然後還有甚至他的弟弟是當里長 讓人家轉包就好 這就可以了這樣 所以我認為說在這樣長久的家族政治 崛起大家會覺得說對家族政治會有這個疲倦的感覺 我最後要講了 就是說剛剛教授講得很好 一個是殺戮一個是烏日 剛好這個也反映 殺戮是非常非常嚴家在地的 我有聽到民進黨他們現在最擔憂的是說 為什麼他上禮拜的那個大造勢是辦在殺戮 因為殺戮是林靜儀始終攻不進去的地方 因為殺戮就是嚴家的大本營 那就是在地人口最多的地方 所以林靜儀這次能不能贏 我覺得是取決於在殺戮 那當然烏日 為什麼烏日是第二重要 烏日是外來人口最多的 所以剛剛沈老師有分析說民進黨一直在搶攻烏日的票源 那烏日是外來人口最多 他比較不受這種在地家族政治的一個影響 所以我認為說這一次很重要 是殺戮跟烏日 也是一個很重要的觀察指標 是不過也要請教沈老師 剛剛我說也講錯了 其實在二零年 這個是3Q陳柏惟當選這一次 那這發生一個很大的一個關鍵變化 一六年呢 嚴寬恆拿下百分之四十六點七的選票 當選立法委員 可是到二零年 他得票率其實是增加的 從四十六點七增加到四十八點八 但陳柏惟拿下五十一的選票 所以陳柏惟贏了 那那個時候也許大家中二選區的心情 就是說真的是夠久的 還有大環境 當然還有整個 可是我還是想請教 當時二零年的那個情緒 那個因素到二二年 也就是這個禮拜天還在嗎 還會是左右的關鍵嗎 沈老師 我覺得說二零二零年喔 有一個比較重大的關鍵是在於韓國瑜的影響了喔 韓國瑜他當然就是說呃 陳也銷河 敗也銷河 就是說對於深藍的選民來講 韓國瑜給了這個整個藍營大團結的一個契機 但是對於中間選民來講喔 看到韓國瑜又被嚇跑了一大半 所以我覺得二零二零年來講喔 對於這個呃那個 剛剛提到的這個陳柏惟能夠在這個地方 異軍突起喔 有一個很大的原因是因為很多的選民在那一次的這個投票裡面來講 他是為了不把選票投給韓國瑜投給蔡英文 然後再順便把選票投給了陳柏惟 因為說實在的話對陳柏惟來講的話 他的知名度也好 或者在地的連結跟經營也好 絕對是不可能贏得過言寬恒啦 所以首先要分析的就是說 那麼2020年的這樣子的一種結構性的因素 在2022年還在不在 當然是不在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的就是在於說 你當你沒有了總統選舉這個伊尾效應的這個提升以後 那麼對於言寬恒來講到底是加分還是減分 倒過來說對於林靜宜來講是加分還是減分 那我們現在看到就是說蔡英文他就是整個下著作輔選 非常的積極 不同於罷免的這個時候 因為罷免畢竟對象不是民進黨 我是陳柏惟激進黨 但是現在的輔選是民進黨投入了 所以蔡英文想要拉起這個伊尾效應 是想要複製在2020年民進黨勝選的那個氣勢 但是對於國民黨來講的話 他就是相反的 他希望2020年韓國瑜變成包袱的那個情況 在2020年不要上演 所以你會看到說韓國瑜也沒有過去了 或者說甚至連盧秀燕朱立倫 在這次的選舉裡頭好像步調 整個國民黨都非常的不一致 全部都交給嚴家自己來去打理一樣 那因為是在於說嚴家相信 按照自己的這個實力 在其他的這個選區裡頭除了烏日以外 那麼只要牢牢的抓住了其他四個選區 依舊還是可以延續嚴家的這個政治勢力 像剛明所提到的這個情形 所以我覺得現在看到的還是一個 非常有趣的一個選舉現象了 那麼2020年對於國民黨來講 看到的是一個 如果跟國民黨走得太接近的話 反而對於地方勢力來說 不見得是加分的效果 但對於民進黨來說的話 就需要絕對的空戰 就需要全黨一致 然後下來在這個地方上進行選舉 才有可能扳倒地方勢力 所以2020年看到的 依舊是整個政黨 對於一個家族的這樣子的一種競選態勢 是不過這真的很有趣 相較起那個選民來講 我覺得作為旁觀者 作為一個政治學者 甚至作為一個媒體人 其實應該會更樂在其中 因為你可以看到說 民進黨請全黨之力去力挺林靜怡 但國民黨是刻意的 有一點點保持距離 讓嚴家自己打這個選戰 誰的策略是對的 大概這禮拜才會知道 我們來看看這一次臺中第二選區的選情 最後的超級星期天 臺中第二選區代表民進黨參加立委補選的林靜怡 職工對手顏寬恆的大本營殺戮 還找來總統蔡英文駐政 誓言要改變地方政治 為了拿下這一行 民進黨可說是請全黨之力 上週立法院總召柯建民 還發出甲級動員 召集民進黨立委力挺林靜怡 重返立法院 另外民進黨立委林楚英 跟掀出嚴家公保地的違建疑慮 嚴寬恆最後拒猜來因應 而面對嚴家的爭議 頻頻登上政論節目 嚴寬恆就公開質疑 民視三立年代的七個政論節目 每天都花超過一個小時輪流攻擊他 已經淪為一言堂 政論節目七個打嚴寬恆一個七打一 那寬恆開記者會 開記者會還擊 然後記者會還擊之後呢 那他們又打得更凶 面對對手的攻勢 嚴寬恆努力掃街敗票 更化身為陽光哥哥 在週末舉辦親子同樂的活動 吸引不少民眾參與 台中市市長盧秀燕 二號也硬邀出席 但盧秀燕在台上 並沒有公開為嚴寬恆拉票 火年的話要講吉祥話 你可以想到什麼吉祥話嗎 嗯 虎虎生風 嚴寬恆先前就宣布 在選戰的最後幾天 將加大陸戰的力道 預計舉辦超過五十場的掃街活動 要和選民面對面 緊握每一雙手 就是希望贏得最終選戰 記者許春鳳正立報導 沈老師 還是兩個問題 要最後請教您 第一個問題是 如果我們再來看看 藍綠或者是五黨籍 或者是激進的 這個所謂的政治勢力 在第二選區的話 一三年的時候 盈寬恆拿下百分之五十的選票 一六年 他拿下百分之四十六 都比綠的多 但特別是一六年 季國動 他是五黨籍來參選 不過他大概應該算是藍的 他拿下了九趴 但這九趴是搶了 顏寬恆的票 還是搶了陳士凱的票 這也許政治上 會有不同的解讀 但到二零二零年 雖然陳柏惟贏 但顏寬恆也有百分之四十八點八的選票 第一個問題 請教沈老師 是否無論如何 顏家在第二選區 就有超過四成五以上的鐵票 怎麼樣他都可以抓得住 第二個問題再請教 包括剛剛顏寬恆所說的七個政政節目都在打他變成一煙堂 或者是民進黨 請全黨之力 這個是正效應 還是是反效應 首先第一個問題就是說 顏家到底在中二選區 他的這個鐵票到底有多少 我想過去按照經驗來看 因為我們就是按照過去的經驗來做累積 我們的判斷跟分析 確實大概就是四成五到五成左右這樣子 這個實力是非常的穩定了 那我想這個大概也已經是顏家在這個地方的一個天花板 所以如果說要先講說這次選舉最後的關鍵的話 或許就是在投票率 因為他沒有總統大選的一個拉抬底下 到底會有多少的中間選民 或者說比較年輕的這個選民願意反向來投票 可能就會決定了這場選舉的勝負 因為剛提到從13年之後 顏冠恆參與的這個選舉裡頭來講 沒有任何一場輸贏是超過一萬票的 上次的這個罷免也才差了三千多票 所以其實顏家的天花板大概就是在這邊 但是你說對於其他的這個陣營來講 不管是激進也好 民進黨也好 可以崇高到多少 這個東西就是一個未知數 要看每一次選舉他的議題 或者說要看總統大選的這個政府的這個效應 是不是能夠加持在民進黨這個身上 所以我覺得對於陸戰這邊來講 他們的這個基本盤的這個部分 他們是每一票都可以算得出來 大概就是這麼多了 但是對於民進黨這邊來說的話 除了有他的這個基本盤以外 是不夠的 他要衝出更多的中間選民 才能夠打贏這場選戰 所以投票率越高 中間選民出來參與的機會越多 那麼對於民進黨來講的話 勝算是越大了 那剛剛提到的這個第二個問題 是在於說 在這場的這個選舉裡面 我們確實還是會看到說 對於地方派系來講 他有可能是進入到了一個轉型的這樣子的一個階段 所以剛剛一開始也有聊到說 所謂的這個一張票一事情 但是那是在鹽寬 是在鹽清標的這個身上 那麼鹽寬恆在這個地方上的這個經營來講 是不是能夠這個紙程復薄 那現在看起來的話 雖然有這樣子的效果 但是並不能夠完全的繼承下來 所以對於這個選區未來的這個經營來講的話 依舊還是可以看得出 電力是非常的大 尤其是對於 我們會很影響 是 非常謝謝沈老師 不過在這個禮拜天下午5點開始呢 公共電視呢也會有 即時的開票的特別報導 謝謝您收看 從南極冰川到梵蒂岡的大教堂 從達拉斯的絢爛 謝謝